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有提到這個等腰三角形 這個等腰三角形其實也不難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12個空白加一個星號 11 所以空白的規則基本上就是12到0 12到0 對不對 所以等於是跑幾次 跑13次 然後後面的話是一個星號 再來就是等於是間隔2 所以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它間隔2呢 其實就是什麼 第一次 所以如果我們要跑那個回圈的話 當然因為第一個我知道 它這個是有一個總數量是13 所以等於是從上到下 剛好就13列橫向 所以13列的話 那我們之前不是寫過 類似像998表 我們就打一個for i in range 那我要是跑13次 所以是1 有沒有 1逗點嘛 第一個是1嘛 然後一直到13 應該是多少 14嘛 因為14停下來 對就是13的下一個停下來 那後面你不用逗點1啦 因為逗點1就預設的就不用 OK 把它省略 再加一個冒號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應該做什麼呢 我們就是先決定要輸出幾個 幾個空白 那幾個空白的話 我們首先空白的部分的話就是 反正print 我先打一個print 然後呢 要幾個空白 我們就直接在一個說明號中間加一個空白就可以了 好 那幾個的話就乘上 有沒有我剛剛講過 幾個就乘上幾個 不過這個是python 你不要其他語言不行 你不要說寫VPL你給它乘 沒有這個東西 因為乘是計算的 然後前面一個數字 一個文字 結果後面 這個是repeat的意思 repeat 重複幾個的意思 那他剛開始應該是 第一次是12 可是我們的數字是1 那怎麼 有什麼方式可以 那下一個是11 等於是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那有什麼規則 那當然因為我們有i對不對 我們為了不要浪費i 所以最好是空白也用i 信號也用i 對不對 不過這個要動你腦筋 ok 不然你可能要兩個回圈 因為我只要兩個都用i好了 可是你說老師有什麼方式 因為i第一次是1對不對 然後第二次是2 那跟12跟11有什麼關係 沒有發現13去減不就好了 13減i不就好了 13減掉i有沒有 那他不就是第一次1嘛 13減1那不就12 那i下一個不就2嗎 那13減掉2不就是11嗎 s類推嘛 那不就空白的部分就解決了對不對 ok好 所以第一個空白ok了 第二個的話就串接 串接什麼 串接星號 所以再來星號 那星號的規則我們再想一下 乘上 那你不能乘上i嘛 因為乘上i的話呢 他就變成 因為我是13579有沒有 然後一直都單數跳一個 可是你說老師那如果我這樣不就是123 可是有什麼方式可以讓他變成13579 感覺好像是2倍有沒有 2倍減1 2倍減1就好了 所以你怎麼做最簡單 乘上2嘛 再把它減1不就好了 ok 這樣不就應該ok了嗎 不過跟各位講 這個可能因為這個運算的結果 變成是要視為一體 他才能跟前面沉 所以記得這邊要刮虎一下 因為如果你沒有刮虎的話 他會先做i的動作 然後再做後面的動作 會變成最後結果會有問題 ok好 應該可以懂意思吧 因為如果假設呢 我把它乘上2的話 他就變成246810有沒有 246812 減1的話剛好是13579 ok了耶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個乘式執行結果 應該就會符合我們要的 執行看看 有沒有 等腰三角形 就完成了 ok 應該比想像中簡單吧 ok本來想說應該 會需要兩個回圈 不過其實我跟各位講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寫兩個回圈 像九種花表 可以 可是比較麻煩 有沒有一個是4i一個4j 那比如說4i可能給空白用 4j可能給那個星號用 那你變成兩個 可不可以 但是 一定是不夠金錢 有沒有 這樣的話就是一個 所以 不過前提是剛好 這個i是可以給兩邊都通用的 可是如果剛好 兩邊剛好這邏輯完全不一樣的話 那你就不能夠i兩邊都通用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應該不難 ok 這個也是考試最愛考的 如果以後會 比如說你的專長裡面寫 會拍上 那怎麼辦呢 考一下試才知道 不然怎麼知道你到底會不會 嘴巴都講貴嘛 但實際上 一考就知道 其實差距蠻遠的 ok 尤其是程式 我發現很多人真的是差距 比試的話真的是很 像我有幫忙出題嘛 然後出完題我會去閱卷 我已經出題目出的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 我自己 我自己真的覺得我已經盡可能 把題目弄得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 但是 在改考卷的時候我發現 哇 怎麼連最簡單的都寫不出來 像邏輯判斷 寫一個一幅這種 有沒有像我們剛剛寫那個 之前寫那個 也是很多人寫不出來 ok 那更不要說回圈的 回圈這種題目我都不敢出 一出我看應該都不會有人會 可能 可能是程式方面素養 大家好像還沒有回得上 但是 我之前出比較多是金融相關的 我發現金融業很奇怪 因為金融業大部分商學院的吧 商學院的話好像不好是都沒有學程式吧 可是問題是你入行你就又要寫程式 但是你學校沒有交 但是你入行你一定要會BBA或拍照 那怎麼辦 對 所以很多人 就應該 之後自己要去BBA吧 不然怎麼辦 不然你說金融業現在很多不會 不用程式 這怎麼做出來 出法力鋼嗎 怎麼可能 資料那麼大 對不對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一題 這個等腰三角形的 應該知道邏輯吧 我用13去減 就得到空白 這個星號的部分的話 就是乘兩倍減一 就ok了 這個實在太簡單了 所以你正常考試 各位講正常考試也有考這種題目 還蠻喜歡考的 那 如果你覺得這個不夠難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兩個 這兩個你可以變成左右 我剛剛還有另外一個題目 以下這邊 有沒有 兩個等腰三 那這兩個等腰三要行 就變成這邊一樣12個 然後這邊變12個加12個 有沒有 哇 然後這邊再加一 不過其實有什麼方式 反正你再想想看 這還蠻有趣的 以各位應該 都想得出來吧 只是要花一點時間 但是如果你把那個結果 跑出來是對的 你應該會覺得很好玩 對對對 然後如果你覺得意猶未盡 你可以畫一個聖誕樹也沒問題 ok 之前也有同學 弄個聖誕樹之類的 ok 好啦 這個是額外的一個類型題 主要就是說 在Python裡面有個蠻 蠻重要的特色 就是說 它可以把那個文字 跟乘號 這個運算字 居然可以兩個串一起 這個意思是說 它重複幾次的意思 ok 重複幾次的意思 好 那這個請各位試一下 等腰三角形的練習題 那再來底下的部分 我們就再來看另外一個是 縫迴圈應該沒辦法辦到的 只有畫迴圈來做應該是更恰當 底下的話有一個拆數字遊戲 在這裡 ok 雲磚白板 的話 位置是在第三個單元的 第27頁的地方 那如果我假設我希望呢 寫出一個 猜數字的遊戲 遊戲喔 所以這個遊戲的話 等於就是說 它會在1到20之間喔 亂數抓一個數字出來 那不過這個我沒消過 但是你也覺得很 覺得怎麼樣 因為其實在Python裡面有一個 函數 它就可以抓亂數 那跟以西歐很像 以西歐裡面有個RND RND也是抓亂數 那只是說呢 在那個Python裡面有一個 函數是叫random range 它只是跟range不一樣 是前面在一個random random range 那這個random range的話呢 如果你要讓它產生1到20之間的話 1到20 那range的話就括弧1 豆點的話 後面是21 有沒有 它就幫你產生1到20 那它這個random range的位置喔 它不是放在預設的 還是這個模組裡面喔 它是放在一個叫random的 一個模組裡面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產生一個 一個亂數產生器的話 我們先第一個 先在這邊開一個新的module OK 然後我們待會來看好嗎 所以請各位 你可以先試一下 這個地方的話 首先如果假設你今天 要產生1到20之間的一個亂數 那如何做最簡單 第一個你可以 import 這個意思喔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函數叫random range 不過這個random range 它是放在一個模組 叫random的模組裡面 這個random模組已經幫你 預先裝在這個python函式庫裡 但是它沒有直接呼叫進來 所以如果你要用的話 你變成你要先 import它 OK 你說老實說什麼 它不直接把它直接就引入 因為如果你引入太多 記憶體空間佔太多了 所以它最必要的才引入 像這個可能次要 因為沒有人沒事 每天都在產生亂數吧 所以這個需求可能沒那麼大 OK 所以呢第一個 你要先 import 有沒有特別之中 所謂的 import就是引用的意思 賄賂的意思 賄賂或者載入也可以的 那這個或者你比較白話的意思就是 就外掛啦 OK啦 反正就是類似像一個random 那這個random是已經裝在裡面了 你不用額外安裝 可是後面我們有很多的外掛 是它沒有幫你裝進你的這個python 那怎麼辦 我們要自己去從網路上把它抓下來安裝 比如說像後面會用到那個Excel部分 因為Excel跟Python有很大的關係 使用上很常會用到 可是它內嵌的這個函事庫裡面 沒有直接可以存去Excel的這個模組 怎麼辦 沒關係我們可以自己引用 但是變成說我要先把它安裝 所以後面會教會如何安裝 安裝外掛 OK 那今天的話首先我們先 importrandom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要產生一個乱數 OK 那你就可以用random random這個模組裡面有個random range 那我要1到20之間的話 那我就這樣好了 後面加一個print好了 你先print它 OK 那比如說你現在把它 把rnd把它print出來看一下 那你會發現 它每一次跑的應該都不一樣 18 22 有沒有 你每跑一次 它就給你一個乱數 那這個乱數的話一定是在1到20之間 所以如果我想要寫個層次 就是 我自己跟使用者猜 請 請猜猜看 到底是什麼 的乱數 OK 那 當然你說老師那這我怎麼猜得中 對 你還要給它提示 比如說呢 它如果猜的 比這個 原來比如說6好了 比如它猜10 太大了 小一點 有沒有 給它大小的提示 然後呢 最後得到的結果 就是可以 看它猜幾次 能夠猜中 試試看好了 所以請各位先 把剛剛那一題 先完成 就是那個 等要猜到那一題 待會兒 先試試看好了 Random range 到最後一題